这个模特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这种瑜伽动作应该是高阶等级了吧 是不是我买了这件衣服以后也会变得这么厉害 你可千万悠着点 待会儿手断了可没人来救你 闺蜜要我要展示一个高难度的劈叉 在走廊的护栏上面劈叉 这应该算是高难度了吧 你可千万别松手 不让你别松手吗 刚说完你都抛弃我了 姑娘这一甩估计你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办法表演高难度了 在楼下商店买了一包早餐肠 一下就解决了我吃早餐麻烦的问题 而且还是我喜欢的麻辣口味 但是我拿出来觉得哪不对劲 咬一口才发现原来火腿长了 外包装还没有撕开 那你在包装上撒辣角是几个意思呀 这可能是给你多重选择吧 喜欢辣的就连包装一起吃 不喜欢辣就撕掉外包装 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 这应该是不平凡的垃圾桶 身上一定背负着很重要的责任 难怪最近大街上的垃圾桶总是被偷 原来是被你们给运走了 主人 这么长的沙发 就真的容不下我了吗 都已经把我挤到最便便上来了 再挤就把我挤进沙发里面去了 突然跟你商量一下 以后你就睡沙发 我睡床吧 自从给我家汪彩花了眉毛之后 他就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看着我的眼神也没有了之前的爱 都这样了 能不恨你就算是真爱了 快把我的游戏手柄拿过来 这一关我已经通关无数次了 绝对手倒清来 白哥 你是打算把我的车给刮花了吗 请注意自己的身份 你只是一棵树 不要睁着眼睛到处卖萌 白天看见还好 晚上根本就不敢靠近你 原意一打书 你能别调皮了吗 今天是朋友生日 我答应送给他一个最贵重的耳环 把他灌醉之后 我亲手把礼物带在了他的耳朵上 喜欢吗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是你摩托车上面的防盗所 妈妈跟我说今天会有点凉快 让我一定多穿一点出门 拜托啊 七月天即便刮风下雨 也冷不到哪去呀 降不过妈妈的我 只好穿着这些出门了 路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 对不起了 有一种冷 就妈妈觉得冷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好 谢谢大家